最近几天我们收到了很多重磅信息 但是有一个信号可能被大家忽略了 那就是我们的内循环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 就是国家已经明确提出我们将在目前的基础上 增加5000万吨的粮食产量这意味着什么呢 去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6.8亿吨 同比增加了368万吨 而5000万吨相当于去年一年增量的13.5倍 如果省点吃的话 这5000万吨一年可以多养活一个广东 一个山东和一个河南 而这些都属于全国最有 分量的人口大省和经济大省 国家这样做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 未来十年绝不同于过去十年 摆在东西方面前的选项不是好与坏 而是坏货更坏 所以我们对于粮食自己绿的 关切已经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 其实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努力 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 同比增加了1050余万亩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19年之前我们的粮食面积一直在萎缩负增长 但自从中美摩擦家具后 我们就立马指出了下跌趋势 从过去退耕还林 反过来搞退林还田 田套负重农田连片整治等方式 在三年时间里累计扩大了3366万亩 这相当于中国农业版图上多出来两个天津直辖市 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快打造出内循环为主 外循环为辅的新经济格局 而这个格局必然会带来一系列深刻变化 比如说在区域发展方面 我们很多城市将会重新定位自己 以西安为例在所有国家中心城市当中 它GDP最低 贾平凹曾写过一本书叫《费多》 描写西安衰落无力失去活力和希望 但实际上西安拥有全国唯一完整卫星产业链 并且能够研制生产长征 系列所有运载火箭发动机 或者又是卫星洲际快递等工程里的核心技术 它能够推进到多元 它能够影响到中国制空权 它能够保障中国战略安全 这些问题都可以用一个字回答 是 西安虽然不是经济上最顶尖的城市 但是它在战略上却拥有无可比拟的意义 这是别人多几座摩天大楼 高多少亿GDP都无法相比较的 再举个例子 重庆和成都深居内陆 这种区位条件放以前就是一种缺陷和短板 但是放在当下来看 反而是让我们拥有了相当纵深的战略回旋空间 外循环下它们是劣势 内循环下它们反而就是优势了 这也是为什么成余经济圈会力压长江中油城市群 成为中国第四级的原因 请牢牢记住一句话 未来中国一定不要把所有的精华都放在沿海地区 一个全新的区域格局即将到来 关注我只说真相的报道